第三天的雷彗秀在 主人科技主著教友當中 用心加強教學 趁著出來作品 時尚在比賽當中在到優秀的成就 為了更大、更大的好友 好好阿克特伯伯 滾台四軸飛行器 來向核心耳塞電腦頂上 放一機機當中來試杯 讓聲音好好一大小 大家拿著平板認識到 如何操作無人機 後來向核心耳塞電腦 小小朋友們覺得很舒服 不過更特別的是 裡面買耳塞電腦的程式 有的都是自己手下載 因為它看起來很酷 它還可以用平板操控讓它飛 它可以用程式操控 然後讓它起飛 我寫程式放到裡面 然後讓它飛起來 感覺很有成就感 上了這個課程之後 我會未來對這個方面比較有興趣 比一般的課程比較特別 因為裡面還有在教 那個用程式操控四軸飛行器的 因為一般的學校 不帶大的可能會有這種課程 外面所看到操作激起的學生 都是來自第三頂 來給還有少許的小朋友 好好在主人科技組做教育當中 是很認真來家宮教學 所創作出來的作品 是常常在比賽當中 來得到優惠的生意 為了安心課程 好好又特別買了四軸飛行器 來讓學生來學習 在科技教育創客教育的部分 我們有階段性的課程 那除了有DASH課程 Microbit課程 還有專題製作的課程 那今年非常感謝永平福倫社 就是聯合了五個有社 來贊助我們這個四軸飛行器 師生的一個培力課程 在四軸飛行器的部分 我們特別請老師 再把這個前面裝了一個燈飾 那在這個部分 孩子可以透過運算思維 那也可以設計他的一個不同 對形的一個變化 那培養他的邏輯思考力 對一年級 就已經開始接觸了 就是包括就是積木式的那一種程式 也是用積木式的 那小朋友只要把他要的指令 的那個積木找出來 那丟進去 按照他想要他怎麼樣執行的動作 把它結合起來 再丟給這一台四軸飛行器 那他就會做 那其實小朋友這樣子的寫程式方式 他也比較有成就感 也能夠實際的知道他程式 對這台機器是怎麼樣操作 也是更有興趣 基督老師也標示 下星對一年開始 就會進行基本的程式設計 一年一年慢慢來延伸 之後將下載程式運用在行業當中 純四軸飛行器的扣定 就是其中一項 也希望透過這種的更好方式 提醒下星的下星興趣 不分輸口的能力 在片方收好好當中 來竟然出自己的一段 到下地攝 該你算差不多 沒有了